大家好,欢迎收看九九爱娱乐,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中国歌曲Top榜出炉,辛劳两代歌手齐聚一堂,周深成为最大赢家,成为网友的热议 1月29日,由央视主办的中国歌曲Top榜颁奖盛典正式播出 成功在短时间内引发了大量网友的热议 作为一个官方认证的榜单,中国歌曲Top榜的影响力是难以想象的 不仅晚会播出平台式CCTV,甚至就连相关消息都是由春晚账号进行发布 可见其地位之高,远超寻常榜单 不得不说,在这样一个鱼龙混杂的年代,能够有如此盛典实在是可喜可贺 以下是具体的获奖名单 首先通过上榜情况,我们就不难发现,这无疑是一场涵盖整个华语乐坛的盛宴 新老两代歌手,罕见齐聚一堂 而其中最有含金量的两个奖项则是被周杰伦和李宇春拿下 最佳男歌手周杰伦,最佳女歌手李宇春 作为歌坛当之无愧的天花板,周杰伦绝对有实力问鼎任何一个奖项 所以最佳男歌手除了他实在想不出第二个人 但不得不说,周董这几年出歌的速度实在是太慢了 按照这个速度,恐怕粉丝们真的要等极了 希望他可以早点兑现新专辑的承诺 至于李宇春的话,其实是有一定争议的 毕竟这些年外界对于他过度营销的说法始终没有停下过 李宇春口碑一直呈现两极化严重的趋势 但客观来说也是合情合理的 能够受邀出席中国好声音就是最大的认可 再加上各路晚会对李宇春的重视 他获锋最佳女歌手也算是实至名归 除此之外,还有王源、张艺兴、袁雅维、陈立农、王俊凯等知名歌手上榜 各自拿到了适合自己的奖项 抛开合理与否的争论 从这里就能透露出一个信息 华语乐团新声代确实崛起了 大量的年轻歌手在持续上升 努力发挥着自己的优势 让更多人看到闪光点 即便外界还是有很多不认可的声音 但官方依然愿意给他们提供机会和光环 相互扶持形成可循环的声态 这一点很重要 而此次颁奖典礼上 最大的赢家有两个人 分别是吴亦凡和周深 作为国内嘻哈音乐的推动者 吴亦凡本次成功斩获了最佳作词 和最佳创作者两项大奖 很明显这是老吴的新突破 从早些时候全往黑的窘境 一步步走到今天 口碑逆转并受到认可 吴亦凡简直就是流量歌手的标杆 具备极强的模仿意味 如果说转型是这些顶流的必经之路 那么吴亦凡就是率先成功的那一批人之一 十年后再回过头来看 相信所有人都会对他感到钦佩 希望这一次相视的鼓励 能够让吴亦凡更上一层楼 他值得大家寄予厚望 不过相比之下 周深的成功其实更让人感到惊艳 这两年他上升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从中国好声音的一轮选手晋升为新生代佼佼者 周深简直就像踩着火箭一般扶摇直上 包括OST资源 晚会邀请 综艺录制等各方面 周深都已经远远超出了同辈的水平 相信最多只需要再过五年 周深就能成为华语乐坛独一档的wocal戏歌手 而周深这一次拿下两个大奖也十分具有含金量 最受欢迎影视歌曲说明了周深在资源方面的强势 同时也彰显了各大平台资本方对他的重视 最受欢迎男歌手则是凸显出了周深人气上的领先 加上之前收获的另一个最受欢迎艺人奖项 周深已经是当之无愧的顶流歌手了 说实话在2021年的今天 还能见证这样一位超新星的诞生实在是不容易 整体来说 央视推出的这份中国歌曲套户榜还是比较有看点的 从公信力到上榜歌手的合理性都是经得起推敲 虽然可能还做不到人人满意 但已经足以碾压其他同类榜单了 不知道你是怎么看的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九九爱娱乐 敬请关注哦